细看历史渐网之来,大名熬流时海挖掘逆心,中华文明数千年不败,就像滔滔不绝的长河,一直不断的流淌住,在这个浩瀚的长河里,随便不曾一直存在,但是偶尔就会出现一颗玩石似乎想要阻断这条长河的去路,然而这条河,因它顽强的凝聚力和始终的坚持,越过了无数的石头,至今仍还在坚韧的流淌住。 那么要说和留在流淌过,城中最大最多的石头也,就是说历史进城中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是谁,当属奴没了,为什么这么说呢?且看我们从秦朝开始修,祝长城就是为了防谁呢?就是为了防范修奴啊。 在看各朝各代对边关的从事程度也可想而知,为了束手边疆保卫国家,多少人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在了边三。 所以说,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修奴。然而,纳摩在这漫长的时间里,那个时候是修奴最强且,是我们最危急的时候呢,就是中华民族最强的伟大时代之一。 汉朝一,长城首先我们知道,汉朝建立之前的秦朝时期,修奴就已经很泛滥了,秦始皇为此还大动土木,先修长城使当时的百姓活得非常艰辛,而且秦朝的灭亡除了秦二世的蛮横不讲理,法力太过乌严苛和残忍以外,干修奴扰的边疆不得安宁也有很大的原因。 二,文景之志然而进入汉朝时期,那个时候的修奴实力更加强大,七汉刚刚建立的时候,国家还很弱小,汉文帝想了很多法子,让人民先稳下来,国家先安定下来,好好休养住。 而这个时候的修奴早已不是秦朝时候的他们了,修奴实力迅速强大起来,多次在汉朝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偷袭,而且这个时候他们的疆域也扩大了不少,西域也在其控制之下,为他们所用反途的扩大加上实力的增强。 这个时候的修奴对汉朝的威胁非常之大,那么现实的历史我们也知道,最终修奴仍然没有打败汉朝,且在此之后虽有进犯弹,大多数是以臣服的姿态向我们示弱。 那么为什么已经强大的如此地步的修奴,仍然没有动得了汉朝呢?原因有很多。 三,汉文帝首先我们先从经济方面分析,汉朝初年,新生的国家在汉文帝,汉景帝的带领下一直低调形式,默默储存实力。 在这期间我们的经济在不断地恢复,所以当匈奴进犯的时候,在两位英明居主的带领下,我们已经将经济恢复得差不多了,而且达到了文景之志这个非常棒的成绩。 所以在经济上作为有牧民族的匈奴,因为没有固定的农业收入,加上缺乏系统的商业模式和大的商机,在经济上是远远落后污汉朝的。 四,汉武帝其次汉朝有非常英勇的将领,即或去病,年纪上轻就非常的勇敢,因而是击碎时就受到汉武帝的青睐,初次上战场就把敌人喝得不轻,使得匈奴听闻,其名就胆战。 因此,拥有阵魔一元猛将也是战获得胜利的关键原因。 或去病,曾带领汉军大战匈奴,获得胜利后,直接将一众敌军逼到尽头最终大胜。 所以这样的永江客真的是让汉朝想插了翅膀的老虎。 匈奴再想拿下就难善加难了。 5.匈奴最后就是武器装备的不一样。 我们了解的汉朝武器主要有具有远距离击杀敌人的设备攻和弩。 第2.个就是成兵器。 在敌人烧近距离的时候击杀敌人主要是长枪长矛,最后便是近身击杀武器。 刀剑了,以及保护自己的战侠和盾海,那对比兴奴呢? 我们知道游牧民族都是马背上打天下的,所以他们的骑术非常精湛,而且他们的打猎比较多,所以射击技术也是非常强大。 他们的作战也通常是骑在马背上射箭,所以从作战武器种类来说汉军更胜一筹。 加之我们制作武器的材质也是很好的叠合铜,伤害性更大。 木制的剑和弩,就稍微逊色一些。 6.或去病所以分析了这么多。 其实最终汉朝能打败匈奴的原因有很多。 还有没,有列举出来的其他原因。 但从文中写出来的这些看,经济作为打仗的基础,匈奴的实力实在是逊色太多。 没有经济支持的打仗肯定是不会长久写士兵的战斗力,也会虚弱很多。 而汉军就不一样了。 多年的修养必定不是白在休息,而是在折服,等待实力打到顶封闭给敌人重重一击。 再看江岭打仗时候,指挥的智慧和果敢是极其重要的。 所以或去病是非常好的人选。 事实证明也确实是没有选错。 当然最后的武器也很重要。 战长扇的武器简直就是生命能否存活的支柱。 所以拥有好的武器才能获得更大的胜利可能。 总之,匈奴在重重原因上都赢不了汉朝。 即使他再强大也没有汉朝强大。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? 记得评论广发分享。 细说历史我们下回分享。 请 reviewed and